郑爽为什么能在娱乐圈混下去 还混得风生水起 买得起1.51的豪宅 穿得起一身的名牌 养不了一双咕咕坠地的儿女 完事还说自己是个很傻很天真的女孩 死根了 原因有两点 第一她很疯但她不少 她没文化但她有心机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要热度要流量 要一切能帮她平步清云的工具 要一切能帮她抬高身价的东西 最后她好借助一切 快速的生前变现 去买豪宅去谈恋爱 郑爽谈恋爱 怎么能有女方花钱的道理呢 哎呀又严谨了 两位教授有思维症啊 跟爽谈长小恋爱 男方都要背上债 阿恒欠债两千万 小胡小张很无奈 哎呀为了挣钱 郑爽有一点就着的脾气 千篇一律的演技 上个不停的综艺 霸占热搜的秘密 如果没有热搜怎么办 那就自己动手创造 不停地给人下套 不停地胡打乱闹 可她忘了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是争早雨来迟 郑爽能在娱乐圈混下去 第二点原因 是圈里给她自由过了火 让她迷失了自我 粉丝捧她 平台捧她 同行不敢得罪她 才让她潺潺绵绵 翩翩飞 飞夜着红尘永相随 惯了她不只手段 惯了她践踏底线 现在出事了 圈里好多人突然冒出来 公开抵制她了 早干嘛去了 哎呀 这不就是典型的 事后多个量事前 不一样 哎呀 那就不得不说到 饭圈文化了 现在有些粉丝追星啊 注意是有些 那是要多不理性 有多不理性啊 为了追星 粉丝可以搭上时间 精力和金钱 爱豆前面勇敢飞 粉丝后面勇敢追 谁要胆敢说个不 一言不合就开黑 而饭圈成员 大部分人都是未成年 价值取向 判断能力啥的还没形成 说白了就是一群 校园里的花花扯扯 被他们爱上的公众人物 像郑爽这样的 那里带来多差的示范作用 所以两位教授 还是由衷地劝一句 粉丝爱明星 我们不反对 但还有更多值得你爱的东西 你可以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你还可以爱九曲黄河 爱滚滚长江 爱巍巍泰山 爱故乡丧子 爱两位教授做的地狱文化 爱老家的一棵黄土 一缕清风 一缕明月 两位教授才是最该追的星啊 你这吹得差不多得了 你这也太敢吹了 爱你 好 好